喂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 好 那 那大家好 我是羲毛浪 那我今天帶來的議程呢 是On the way to the open source 那首先呢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議程呢 那這個議程其實就是由我自己的經歷為主題 就講述我從不會寫程式一直到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的開源經歷這段時間的故事 那在議程開始之前呢還是有一間例行公司要做 那就是跟大家自我介紹 那首先呢 就再次跟大家問好 我是羲毛浪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名字太難念的話呢 你可以叫我的中文名字 我叫周兆林 那我呢是藍語人 就是傳說中只會出現在課本上面的傳奇保育類動物 然後再講 中華民國故有降遇颱風金馬的時候 都會被忘記了便腿島嶼 就很傷心 那我呢是剛 那我呢是 今年才正要升大學一年級 那我也是在去年這個時候才學會寫程式的 那關於我這個人啊 我是可以講上三天三夜不停歇的 那所以我在這裡對我自己進行了重點摘要 那我摘要出了三個重點 那第一個呢就是我很喜歡研究事情 那不管它是什麼主題的 只要是我當下有興趣 或者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的話 我就會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它 直到我高中它背後是怎麼運作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很喜歡去改善我遇到的問題 呃或許它可能稱不上是問題 可能只是我當時就是心情不好然後看不爽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想辦法把它改善 那第三點呢就是我喜歡研究的事情通常都很奇怪 那這點呢可以從等一下的 那這點呢可以從等一下的故事裡面看出來 因為我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圍繞著這三點 微劇情推動力的 好啦那自我介紹講完啦 那現在就可以講說我在踏入開運之前是幹嘛的了 那踏入開運之前呢也就是我高一的時候 我自己其實是不折不扣的化學愛好者 那我的生活呢就只有兩件事情 看化學相關的書 跟老師討論說最近看到的有趣的化學知識 那剛好兩年前嘛就疫情大爆發 所以結果害得我們所有人都要回家遠距上課 那在遠距上課的時候啊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 平常我跟老師在討論化學的時候 都是化學方程式都是弄手寫的 那這樣子我要怎麼弄電子檔傳化學方程式給老師啊 所以我就去找說有沒有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那最後呢我找到的方法呢叫做Latec 那這時候的我呢還不知道這是讓我從化學愛好者轉支撐 程式愛好者的關鍵因素之一 那我就藉著Latec呢接觸到了程式語言 那首先先簡單介紹一下Latec這個東西 那它呢就是簡單來說呢就是像是 如果你用的很淺的話就是像是Markdown的標記語言 那它經過底層TAC底層引擎TAC的編譯之後呢 它就可以排版成精緻的文件 那你如果想要拿它來做軟體開發 可以基本上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說這是讓我接觸到程式語言的關鍵點呢 那是因為我找到另外一個奇怪 但是對我來說是有趣的東西 叫做LuaLatec 它其實就是把Lua加上Latec 那Lua呢就是跟大家傳統意義上的程式語言比較相近 那它概念呢就是在TAC的外面包一層Lua 然後讓你如果想要改TAC底層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直接寫Lua的語法 然後不用寫TAC那過時難讀又不好看很可怕的過時語法 那也可以讓說TAC的 那也可以讓TAC在編譯的過程 藉由Lua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聽到這裡啊可能就會有人想說 你是從Latec然後學習到Lua 然後最後再從 學到Lua之後呢 就是在跳槽成Lua的使用者嗎 我想跟大家說 抱歉我不是 我還是Latec的忠實愛用粉絲 那Lua對我來說只是輔助 那我通常都拿LuaLatec在幹嘛呢 那我會拿來做這些奇怪的事情 喔等他一下喔 好啦騙大家啦這是動畫啦 那其實呢我就是弄Lua跟LuaLatec來畫動畫 那就是弄Lua寫出它裡面內部變動的規律 然後再弄Latec把它的語法式做出來 那這張的動畫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是一件 那它是PDF檔案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件蠻奇怪的事情 就PDF檔裡面出現動畫 但是這就是我的愛好 我喜歡研究奇怪的東西嘛 那其實TOKEN從這 那想到來有這麼奇怪的東西 是很難找到研究資料的 那基本上我能找到的資料呢 就是這三種的 就是有年代的繁體中文資料 那有一點還好就是 算新的簡體中文資料 然後跟最新的英文資料 那最新的英文資料呢 對新手來說實在是太難讀了 那老舊的繁體中文資料呢 也許底層的東西是通用的 但是有些東西真的過時了 那中等的簡體中文資料呢 則是有一天我在發現 我發現說我自己 我自己的用詞慢慢偏向那邊之後 我想說不行我不可以再讀下去了 但是那時候剛剛的時間很多嘛 所以我有辦法 就有時間去跟英文硬科 然後呢跟英文硬科之後我突然發現 欸 我對這個東西的熱忱蠻多耶 蠻多的耶 那我要不要直接把這個當成 我明年的自主學習主題啊 所以我就把這個當成 我明年的自主學習主題了 那也慢慢的我就 我漸漸的就可以 就有機會去接觸到開源了 那為什麼會放到開源呢 想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自主學習規劃 那我們學校啊 比較討人厭一點 那他就是在起初的時候 會有一個起初的自主學習提案 那期中跟期末會各有一次檢核 你需要在提出的時候提出說 自己在期末還有期 期中還有期末的檢核 想要達到什麼樣子的地步 那我當初給自己下的提案蠻 我自己當初給自己的目標蠻高的 所以我就想說 所以我大概每天都要花 兩小時的時間在Latech上面 那為此啊 我特別去找了一個寫Latech的程式 叫做TechMaker 那TechMaker啊 什麼都好 就是它的介面的中文翻譯 怪怪的 那 雖然怪怪的嘛 雖然可以用 但是就是會 不太開心你知道嗎 就是 中文翻譯翻不好這件事就覺得 好討厭喔 要不要把它翻好啊 所以我就去找說 到底要怎麼把這個 中文翻譯給改好 那所以啊我就去找說 欸 它裡面有一個叫做 techMaker 底線 gh底線tw.qm的檔案 然後想說這應該跟翻譯有關吧 我就把它拷貝 然後再貼上一次 然後發現我的語言選項裡面 多了一欄叫做 就是 gh底線tw的拷貝 我想說喔 那這個是跟翻譯有關係的囉 那所以我只要想辦法 改這裡面的東西就好了 那可是 後來的我就證明是失敗的 那因為說 techMaker呢 是基於一個 叫做 qt的程式語言框架下去寫的 那裡面的qm檔案呢 其實是有另外一個檔案 就是 點ts檔 編譯之後 產生了二進位檔案 所以如果你想要直接改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 那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是開源 所以我想說 哇 完蛋 如果真的想要改裡面的翻譯的話 我可能就要想辦法 就是改 想辦法就是反向工程 把點qm的檔案翻成點ts 然後再把它翻成點qm 那直到 那我還是不放棄嘛 我想說我一定要改善這件事情 那直到我某一天 在techMaker的網站看到這一句 techMaker is open source 代表說我有機會 有辦法去碰觸到它的 程式嘛 然後去改它的點ts檔案 然後改 然後 然後 然後來幫我 來讓我自己的界面看得更舒服 然後 所以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 這也太酷了吧 然後 我就花了更多時間 去了解開源這件事情 我就知道開源是開放原始碼 可是 為什麼要開放原始碼 那 原始碼開放有什麼好處嗎 那開放原始碼 那原始碼又是什麼東西的摘體呢 所以我想說 在程式之外的開源又是什麼東西 我就開始在想 那開源 那開源 除了開放原始碼以外 它還是什麼 那我自己的定義 那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啊 所以我現在定義了 程式跟原始碼這兩件事情 那我自己對程式的定義呢 它是 一組給電腦的 用來解決某件 某種問題的指令 那這裡抓出關鍵字 就是 給電腦的 跟用來解決問題 那 因為給電腦的 它是一個限制性的 它是一個限制性的框架 如果我們把這一段刪掉的話 程式就是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 那 所以啊 那原始碼這就是什麼 那原始碼的話 既然它是 那種人類可讀的方式 去記載著程式的運作 運行邏輯的話 那所以我這裡把程式碼當作說 解決問題的方法 然後是人類可讀的方式 所以 開放原始碼 廣義的開源應該是 我把我解決某個問題的方式提出來 然後藉由開放原始碼的方式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後讓 然後就是 對 這是廣義的開源 那剛好這時候我被老師問到說 學了Latech之後那你要幹嘛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Latech之後要幹嘛 開源好像是一個蠻不錯的東西耶 那我有沒有辦法把開源 放進來 放進這個 我的自主學習歷程裡面啊 我有什麼 我有什麼東西可以用啊 我是學生 時間很多 我會一點Latech 那我最近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我最近遇到的問題是 我 找不太到資料 那這樣子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嗎 那這時候啊 突然有一個想法就打中我的腦袋裡面 為什麼不自己寫一本資料呢 我當時就想說 啊 想這種事情的我一定是白癡啦 那一定花很多時間 一定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那事實證明呢 我就是白癡 因為我寫了一本 我今天又把它帶過來 在這裡 就是 如果等一下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前面就是 來看看 來看看這樣子 那 就寫這一本啊 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很多時候都去找 StackOverflow上面的程式嘛 然後就複製貼上 然後因為 我不會 因為我 通常複製貼上 你不會去看裡面的邏輯嘛 所以你就會想說 所以你就會想說 啊 這個 直接複製貼上就好啦 可是這樣子我會發現我學不到東西 所以後來 我給自己立下一條規定就是 我在 StackOverflow複製貼上之前 我需要先 我需要先看懂裡面在寫什麼 才可以 然後再來呢 第二難點就是 我發現我自己對Litex的熟悉度 並沒有那麼高 然後其實 我寫書的時間大概有 70%都是在查資料 確保說我寫出去的東西是正確的 然後另外30%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在寫書 那 那為了 那為了確保說我寫出的東西是正確的呢 所以我是求助於第一個 我求助於另外一本就是有點年代的中文資料 叫做我也來學Litex 然後來找說 這裡面 來找說我寫的底層的東西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那其實我這一本的書名 我也來學Litex 也是 也是對這個的致敬 就是收到大家來學Litex的呼喚 所以我也來學Litex 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 就是 package的部分 我則是去CTN Comprehensive Tech Archive Network 這個網站上面去找說每個package的manual 然後去看 然後呢去 去整個看過一遍之後呢 再去寫介紹 那確保說我寫的是最新的 那再來呢 下一個難點 就是 因為我當初本來想要投IT鐵人賽 然後IT鐵人賽呢 它是用Markdown進行發文 那有很多Markdown的人應該都知道說 Markdown很簡單上手很好用 可是 對於排版的控制來說的話 這麼簡單的Markdown反而會讓 版面 出現的東西變得有點可怕 那加上我那個時候沒有為 TagMap 沒有為我的書地寫一個模板 所以呢 整個出來的成果就很可怕 那 因為 那很可怕嘛 所以 嘖 又看不下去 所以又只好說 就是把自己書本的內容 重新改回Tag 然後 裡面的 然後 然後順便特地的為他再寫一個 模板 那我最後寫的模板 是參照 陽明交通大學的 論文格式 然後去寫的 那 至此 我技術上的問題 全部都解決完畢了 那 我沒想到最後遇到的問題 並不是技術 而是我對自己的懷疑 我本來 我是不是一個對自己很有自信的人 我很常問自己說 你真的夠格做這種事情嗎 你做完這種事情 然後勒 阿你做得好嗎 阿你如果做得糟糕的話 為什麼你要去做這種事情 那 你既然 那你如果這麼糟糕 是不是代表你很笨 你做不好這件事情 那 在這樣子強烈的自我否定下 我就慢慢的不去想 我自己的自主 就是慢慢的不去繼續寫我自己的自主學習了 那 也慢慢的不想繼續寫我的雷託 那這樣子的狀況呢 大概持續了兩個多月 那 直到某一天 我想說不行 我不可以再這樣子下去了 我需要找到一個方法去破解說這個 可怕的負能量循環 可是 可是我真的 可是我真的有辦法 可是我真的有辦法 跳脫這個負能量循環嗎 我看 這裡又是我的自我 自我否定了 那 我最後阿找到的方法是 告訴我自己說 我不是要做到完美 我是要 我是 開源並不是 並不一定要做到完美 他是 提出一個 讓 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框架 然後並且 讓更多人可以 照著這個框架去 進去做 去作業 然後 我的工作呢 不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到完美 我的工作 只是要提出一個 可以 說不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 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 然後 讓更多的人 有辦法注意到這個問題 並且跟著我一起去奮鬥 解決這件事情 那 就這樣子告訴自己阿 我就覺得 喔 好多了 好多了 我可以繼續做下去了 所以阿 我就沒有像以前這樣子的壓力 只不過有好幾個月的書 也可以繼續慢慢的往前寫了 那 這邊呢 我有放整個書的getup連結 那我也把 就是 那大家可以掃一下 然後順便 就是看一下我這粗糙的出版 然後 我就把畫面停在這一頁 然後開始慢慢講我的節語 那 我認為阿 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對於開源貢獻的 開源貢獻的 呃 阻擋我們參與開源貢獻的 其實並不是 技術上的限制 那因為技術是永遠不可能 技術是永遠不可能到 足夠好的 那 而是 那阻擋我們從往開源設定呢 其實是我們的 我們的自我否定 我們很容易認為自己辦不到 或者是追求完美 認為自己學到的東西實在太爛 或者是 或者是 覺得自己的技術不夠格 然後 就在通往開源的大門前卻步了 那 那大家有這種焦慮 其實我也會有 我也會懷疑自己說 我 不是技術出生的背景 我真的有辦法參加開源貢獻這種東西嗎 那 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開源貢獻並不一定 是 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 也不一定要有很強的技術限制 你只要有辦法提出一個 解決先有問題的方法 並且 可能可以先寫出一個可行性的方案 然後呢 剩下的東西 也許你幫得上忙 也許是你幫不上忙的 但是你已經把這個解決問題的 框架提出來了 剩下的 就可以交給別人 讓他把這個問題解決 然後說不定你們提出的這個方法 可以讓整個社會更好 那我的議程就到這邊了 我是 還在通往開源的道路上奔跑的周兆林 謝謝大家 好 那謝謝這個講者的分享 那 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那我還沒來沒關係 先先割著 有沒有朋友要提出問題 或者你可能對看人工事業的 入程啊 怎麼起手 等等的問題 都可以來問我們的 喜馬拉 這樣點 喜馬拉OK 有嗎 好 朋友 現在就是機會喔 就是來 來這個社群喔 就是要交流 就是要問 然後你不會的 問你要怎麼入手 這是你的大好機會 有嗎 好 3 2 1 好這邊也有一個 麥克風給他 麥克風給他 好不用 看起來不用 怎麼真正確定說要怎麼開源 是 你 你大概是什麼時期 只是 真正下定決心 要做 學習開源這件事情 好 其實就是 我不是說 我TechMaker那裡翻譯看不 看不 就是 見面不好嗎 所以我想要改善嗎 然後 在改善的時候 我不是看到TechMaker是open source的 然後 我就 然後在那段時間 我就先去了解open source是什麼 我覺得說這個 理念就是 這個理念很棒 然後 所以我也順便把我的 那個 我翻譯的檔案 然後再傳給原本的 維護者 那我是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說 天啊 這是 這種 參與到 某種計畫裡面 變成 這個東西的一部分 然後並且一起為 他 一起為他 進步提供一種動力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我是 因為有了這個感受之後 我才確定說 我想要做開源的 還有嗎 歡迎提問喔 都可以舉手 我們這場的時間 大概到10點左右 那歡迎 就是 就是歡迎大家有任何疑問 不然 可能對他剛剛提到的 專有數有疑問的 都可以提問 你好 剛剛有聽說 你是 才要大學 是不是 對 對 那這個其實應該 應該說是 你進了這個開源 算非常非常早 因為通常 一般的大學生 資訊工程系也是 差不多大三以後 才有可能會接觸開源 你算很早 那你之前有碰到 露娃這個東西 露娃這個語言 現在 以排名來講 才剛上 剛上 前 世界30名 沒多久 那你是怎麼去學習他的 你又碰到什麼樣的 痛苦的學習歷程 然後有沒有什麼 可以跟 嗯 就是說 剛要大學生的 一些資訊工程系 朋友可以分享的 我 我學露娃其實 也蠻可怕 就是 我 因為我是畫動畫的 所以其實我只要知道說 他的 for loop要怎麼用 或者是 他的wire loop跟他的 變數這些基本的語法就可以了 然後 或者是 if statement大概要怎麼用 那 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 看露娃要怎麼跟 tech結合在一起 就是看露娃要怎麼跟 tech結合在一起 那這部分呢 露娃tech的官網 他有他自己的 呃 自己的餐 自己的手冊 可是是全英文的 然後很痛苦 就 我大概就 我曾經有想過要把它印出來 然後在上面寫註解 我最後是沒有這樣子做啦 但是 我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有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每天都在看說 嗯 他到底怎麼寫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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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這樣虐待我 大概是 大概 這大概是我學習露娃tech的過程 那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 如果 如果你只是想要 呃 寫程式的話 你不一定要到資工 就是 其實 等一下 你可以再重複第二個問題一次嗎 我得忘記了 就是 有什麼東西可以跟 剛要上資工系的同學們 可以分享的部分 就是你的學習經歷 或是你有什麼想要鼓勵他們 在有關於學這個語言上面 因為你也 一樣學了露娃嘛 學露娃也是學了一個程式語言 學了程式語言 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你是怎麼樣熬過去之類的 有沒有什麼可以分享 謝謝 我覺得 你要確認 你要確認自己到 那是 嗯 如果你想要學程式語言的話 其實 不一定 只有在課堂上面 才可以去寫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寫程 因為我自己學程式語言 都是透過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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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轉案去寫的 那會覺得說 如果你透過一個一個 就是你要有個目標 有個要解決的事情 那如果你在解決這個問題的事情 你中間學到的東西才比較不會忘記 那 我會認為說你要先找到說 你自己想用程式做什麼 那 要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並且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呢 去搜尋還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 不那麼好的解決方法 可是卻是好用的 我認為 然後最後解決問題的時候呢 你就會把這些解決方法 記得很清楚 這是我想要對 深志工系的人講的話 那還有像參與的朋友 想要提問的嗎 好